32岁的克林特是位康复理疗师 他在底特律的郊区开了一间医疗所 弹性的工作环境让他有充分的时间 沉浸在他人生最大的爱好里 有很多人染上坏习惯 例如抽烟或酗酒 对一个染上毒瘾的人来说 他无法停止赌博 而我则对跑步着迷 我无法停止跑步 克林特并不是唯一对跑步着迷的人 每天清晨风雨无阻 你都会发现一群志同道合的跑者 聚集在底特律郊区的石头溪公园 每天清晨7点我们集合 然后一起跑步 第二天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集合 再一起跑步 长跑选手要花很多功夫去训练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训练 这种环境更能激励你投入 他们并不是一般的业余爱好者 他们都是汉声长跑队的成员 不远处基斯和凯文两兄弟 正拿着秒表 进入着每一个长跑者的时间 今天晨跑的目标 是用五分钟跑一英里的速度 跑上12英里 和其他许多热爱长跑的运动民一样 我们对美国长跑队在国际上的表现 感到非常失望 美国田径协会在推广这项运动和 培养选手上表现很差 所幸在美国除了这些相关机构外 还有许多有心人士 以私人名义把这些责任给扛了下来 哥哥凯文和弟弟基斯 长久以来都是忠实的长跑运动迷 两人合伙在底特律郊区 开了四间小本经营的运动鞋专卖店 一天他们决定要为他们热爱的运动 做出贡献 我和我哥哥认为 美国长跑界缺乏的是一个团队训练环境 在1999年 我和弟弟基斯发起一个项目 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长跑选手 能够在国际比赛上扬眉吐气 一开始我们买了一栋房子 邀请三名长跑选手加入了我们的计划 两兄弟的想法很简单 把一群高水平的长跑选手 放在同一个屋檐下集体训练 这将会提高他们的素质 克林特是最早加入汉声队的 三名长跑健将之一 长跑作为一项运动 在视觉上远不及棒球 篮球或美式足球那么刺激 你不能期待有一群狂热的运动迷 支持这项运动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马拉松和长跑运动缺乏草根性的支持 所得的经费更是有限 除了少数一两名顶尖明星运动员之外 大多数的选手得不到任何厂商赞助 莱恩在两年前加入了汉声队 我曾经两次进入全美年度最佳运动员第一队 就算如此 我还是没有任何的赞助商 因为我不是最顶尖的明星运动员 这种大量资源流向少数选手的状况 导致美国长跑界头重脚轻 我的一些大学队友曾告诉我 离开大学后他们会持续训练 但是六个月过去后 我再和他们联络 就发现他们都已经放弃跑步了 美国往往希望立竿见影 但是却不愿意花时间去栽培有潜力的选手 长跑选手往往需要花上八到十年的栽培 才能达到他们的巅峰期 但是许多有潜力的选手在大学毕业之后 就找不到适合他们的环境训练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花时间和精力 去挖掘这些未经琢磨的普遇 于是从1999年开始 兄弟俩每年都自掏腰包 投入25万美金 邀请全美国有潜力的长跑选手 前来参加他们的队伍 除了提供免费住宿 医疗保险 比赛奖金和相关费用之外 更帮他们找寻和提供工作机会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选手 能够无后顾之忧的专心训练 几乎每个人都是自己大学队里 最厉害的长跑者 没有人喜欢输 所以每天我们都在相互竞争 兄弟俩的集体训练营 口号越喊越响 今天汉声队已经成为 美国长跑界一个响亮的名词 在去年11月份举办的 美国马拉松奥运选拔赛中 就有十分之一的选手 是汉声队的成员 布莱恩赛尔就是其中之一 布莱恩在大学的时候 比赛成绩不差 但是算不上是顶尖的选手 他不是那种一上场 大家就知道他的名字的明星选手 每一年我都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如果我达不到那个目标 我就必须退休去做别的事情 但是每一年我都完成了我的目标 布莱恩的执着最终开花结果 在奥运选拔赛中 他打败了美国马拉松界 曝光率最高的选手 美国记录保持者卡努奇 也为他在美国马拉松奥运队上 赢得了一席之地 在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参加奥运根本不是我的目标 我从没想到这有可能发生 对凯文和基斯来说 布莱恩的成功 象征着他们理念的生根发芽 当你看到像布莱恩这样的运动员 每天辛苦努力 一步步地成长 才达到今天这个水准 我觉得这远比 看到那些从小就受关注的 明星运动员成功 要来的更有意义 今天汉声队由创立时的三人小组 增长为一个包含23名选手的大队伍 选手都是大学毕业生 平均年龄为27岁 队中最长的待上了7年 最短的才来两个月 我在大学毕业后 自己闯了一年 找了份全职工作 一边训练跑步 我得担心房租和生活费 在经济上非常狼狈 要不是因为加入这个项目 我大概还会痛苦地挣扎下去 我刚从大学毕业拿到学位 我的压力来自于是否要继续进修 或者是开始工作 我知道选择跑步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但是大多数选择这条路的人 并不是为了发财才选择这条路的 这是一个赔钱的买卖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有很多人跟我们说 嘿 我也想发展类似的项目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赚钱或从中获利 其实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得到了许多连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克林特在这次的奥运选拔赛中拿到第18名 但是他并不气馁 虽然他是队上的祖父 不过他的目光已经紧紧地盯着2012年的奥运会 我们这项运动训练起来很辛苦 但我就是爱上这种心 我想尽办法去延长我的运动生涯 我给自己找各种理由留下来 克林特的这种热情 应该就是基斯说的 金钱所买不到的东西了 美国万花筒记者徐崇伟 来自以特律的采访报导 给大家看